白袜队的内野手Tim Anderson 这位30岁的内野手 在和马铃鱼队签下了一年500万美金的合约之后 终于找到了新东家了 也找到他落脚的地方 Tim Anderson在过去八个球季 他都效力于芝加哥白袜队 不过在去年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迷 打击率只有2成45上累率 2成86 而长打率只有2成96 一支全力打25分打点 这个数字的表现 不是生涯新低 就是接近生涯新低的表现 我想对于Tim Anderson这位两届明星球员 还曾经拿过美联打击王的他来讲 在去年成为了自由球员之后 乏人问津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所想得到的 现在跟马铃鱼队签下了一年的短约 通常对于大联盟选手来讲 签下就一年短约 其实想要证明自己 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有好的表现 然后想办法再争取一张长约 或是比较大的合约 我想这可能也是Tim Anderson现在的想法 当然对于马铃鱼队来讲 他们也终于在今年新的球季开始之前 从自由球员市场上面 找来了一位比较大咖的自由球员 也希望冰主两边都能够在新球季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关系